大家好,今天我想要示範如何用四股化編輯器來進行中英翻譯的工作 今天我正好在身旁看到了一本書 它是由菲律賓的作者 一個很有名的英文小說家卡羅斯普羅桑所寫的一篇文章 那我想要把它翻譯到中文雷基百科上 首先我先找了去英文雷基百科 查查看他的作家有沒有英文中文連結 發覺沒有 那同時呢 我在中文這邊呢 也尋找有沒有卡羅斯普羅桑的中文 如果有的話我可以直接連結過去 目前也沒有 所以說我在想應該就很適合用來建立 那大家知道 常常在文雷基百科上編輯會發生的問題是 尤其是對新手翻譯來講 原始碼是很難學會的一個東西 或者是它需要有一定的門檻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可以使用視覺化編輯器來跨越這個門檻 首先我在之前有一部影片已經示範了如何把新的帳號打開視覺化編輯器 那我現在在這個影片裡面直接來示範怎麼樣開始用視覺化編輯器來翻譯 那為了畫面的方便呢 我就操作的方便 我就直接把中文放在整個視窗的下方 英文放在視窗的上方 那同時呢 那我都開始使用Visual Editor編輯詞頁 上面呢 我按 這個標籤頁以後 它就會直接轉進Visual Editor 那在下方呢 我也從建立原始碼 它原本預設會導向的一個新建立頁面的方式呢 我把它也再轉成 用視覺化編輯器開啟 好 在等下面的時候呢 我們也先來操作一下上方 視覺化編輯器很簡單 就感覺上就像是用兩個 一個word檔來去處理 這一份資料 甚至下面還沒弄好 我就先反白 然後按上複製 那 下方呢 它已經進入了 視覺化編輯器的頁面 這時有一些通知 我看來它有一些bug 它會一直往下滑 它會一直往上跳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把它貼上來 好 然後開始做翻譯的內容 卡羅斯 剛剛我們 好 各位 現在我已經把中文的翻譯做得差不多了 唯一現在 在第一段其實可能還有一些問題的是 所謂的 在內連結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英文維基百科裡面 呃 有很多藍色的連結 但它進了中文以後呢 都變成了紅色的 那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點開英文的 中文維基百科裡面的 現在翻譯的英文連結呢 呃 比方說像這個 English Language 呃 它會連到 英文的維基百科 呃 那 這個 其實 我們希望在中文的部分呢 把它翻譯成中文的連結 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先查查看 看看英語連結 它有沒有 呃 中文的對應條目 好 所以說 做法就是 當我們 直接 點擊 在 英文維基百科 這個條目裡面的這個連結 其實 視覺化並且器就會 很不錯 直接幫我們拉到了 這個 英語連結裡面 那我們看看 它的 英語連結裡面 中文的部分是什麼 好 我們看到 它的最下面 直接就是 英語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英語 是English Language 的對應條目 好 那我們就知道了它的關鍵詞是哪一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把 中文維基百科這邊的 English Language的 中文詞呢 開始做 在內連結 方式就是 把英語這個地方做反白 然後 再 點一下連結這個鍵 它就會 它就會開始搜尋 搜尋 結果發現 沒有問題 以英語 進行寫作的 菲律賓小說家 那 Filippino這個字 是 菲律賓德的意思 Filippino people 我們看到 看看 這個 Filippino people 這件 這一個 條目 是不是有中文的對應條目 也有 菲律賓人 好 那 代表說 我們也可以 在中文維基百科裡面 找到對應的 但是 這一次呢 我們要搜尋的頁面是 菲律賓人 好 這樣子 它就會連結到 菲律賓人了 那 這後面呢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於是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 來把 其他的 其他的 跨語的連結呢 都做一個 呃 站內連結 對於說錯了 把所有的站內連結呢 都做一個 處理 半字鑽式性質 這個也要找一下 把這個關掉 半字鑽式性質的作品 好 它這個是直接連到自鑽 那 我猜 果然 它中文條目 也是比較 也是直接就是自鑽 這樣我們就直接連到自鑽就可以啦 至於美國在心中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這個 由卡洛斯所寫的一個著名的作品呢 呃 我們也來查查看 它有沒有中文的對應條目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 教大家另外一個功能的一個好時機 發覺是沒有的 果然 那這個時候呢 呃 在中文維基百科也 因應 有 呃 維基志工 因應 就是有英文 但是沒有 或者是有其他外語 但是沒有中文的 呃 一個條目呢 它開發了一個模板 來去讓大家使用 這個模板叫做LinkEN 那你可以在資訊這邊看到 它是 本地條目的名字 呃 第一個欄位要填的 那第一個欄位要填的 那第一個欄位要填的就是 美國在心中 第二個欄位呢 則是 它在英文維基百科裡面的條目 名稱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填上 上面這個內容 用America OK 直接 copy America is in the heart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還有 還有 免於匱乏的自由 這個我們也來看看它有沒有中文連結 哦 看來它也還沒有中文連結 好的 那這樣子的話 就來找 直接填一下 它的 也是使用 插入 模板 好 我們現在看到 鎌魚区乏的自由 這個連結也做好了 再把英文的條目的部分給刪掉 這樣子呢 基本上翻譯的第一段就差不多了 順便再加個參考來源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第一段其實就有引用一個內容 這還蠻有趣的 它是用英文再解釋這個註解 感覺上這好像也蠻適合把它翻譯出來的 好 那我來翻譯一下 我把這份文獻的參考文獻的說明呢 也翻譯成中文了 那全部翻譯完了以後 就按套用變更 於是你就會看到 然後再加到英文的參考文獻 還有中文的參考文獻 同時我也在這邊加最後一個參考文獻的模板 ref list 好 這個不用填任何的參數名稱 因為這個模板本來就很OK 好 這樣子以後呢 其實這份文章的第一段就可以大致完成了 然後我們按上儲存頁面 編輯沾要就寫建立新條目 好 如此一來 這個條目就完成了它的 第一個階段 那大家可以看到 綠色的呢 就是中文維基百科所 創建的這個新模板 這個 轉移到其他語言百科的模板 是不是很方便呢 歡迎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四種話編輯器 來翻譯英文的條目或其他語言的條目 到中文維基百科上囉 好 今天介紹到這邊 拜拜